在3D绘图里面 假设我们要让这一根棍子沿着圆周 等距的排列 那要怎么做 那我做一下给 大家看一下 首先第1个你要使用 对齐我们使用切齐的对齐 选择置中对齐 然后选择最旁边的地方的对齐 然后你把这个 两个物件群组起来 群组起来这个就是一个物件 那接下来我们绕这个圈走 那你要去算一下 这一个圆 需要多 你要绕几个 假设你要绕四只就是90度啦 360除以490 如果你要绕六个 你要占六只就是60度 所以我们要做的动作 好把这个物件复制 Ctrl加D 假设我们要绕六个 然后使用旋转的物件 转几度 转60度 这两个相差几度 差60度 那我 我怎么知道我会差60度呢 注意看这前面 对现在 好上方60度 这个是60度 有没有 好这样就60度 那记得这个时候不要做其他 直接按Ctrl加D 它会按照每60度 自动帮你转 好这样就转完了 转完了 转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把全部的物件 解散群组 好解散群组 那你再来看这几个物件 那我们现在底有很多个 你要删掉 所以你可以依序 点底把它删掉 删掉 这是一种做法 另外一种做法是 上面的这几根 圆柱体移开 然后再去删 好这样子你就可以做出一个等距 好这个圆 是多少 那把它怎么样 群组起来之后 再去旋转 记得用重置 Ctrl加D 重置的方式去重新再 给它复制一次 它就要按照 等距的方式去 给你重置出来 这样你就可以做到 绕着圆圈 来做 相同的物件 而且距离一样